林明珍準備按鈴 一旁陪同的律師手拿訴狀 要狀告民進黨南投憲議員沈素貞 我提告沈素貞 主要他是一次在收房 那麼我買這棟房子是2300萬 實價登入都是這樣事實的 他一直要硬拗 鎖定沈素貞拋出的豪宅議題 林明珍決心告了 就是不滿沈素貞的質疑言論 豪宅上面的金額 無論是你的支配款 投期款 貸款金額 一棟 兩棟 還是幾棟 這一些東西我們提出質疑 是有憑有據的 面對林明珍大動作提告 沈素貞開記者會質疑音量 再度拉高分貝 狂轟反擊 青年住宅沒有 社會住宅沒有 國民運動館沒有 共榮市公園被逼到 只蓋了民間那一間 你今天有什麼好意思 來提告監督你的南投議員 南投立委補選距離投票倒數八天 候選人使出訴訟手段 要醜化我的形象 要讓選民不支持我 做一件過程讓我不能當選 所以我一定要提告 這樣選 這樣選到現在 他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具體的就是來提告沈素貞 非常遺憾 又不是我在跟他選 除了案領申告 林明珍也對自己遭綠營 指六年去中國八十四次的數據 很有意見 大概去大陸 大概十四十七遍 我第一次去到山東去 就賣了三億的經費 林明珍按鈴行通拍板 透過訴訟讓法院判定公道 以監督之資的沈素貞 則定調立委補選是林明珍 激起選舉熱度 暫時吳慧宇南投採訪不到